欢迎KT频道 今天回顾进入下个赛季前 你可以做哪些准备 或者有遗漏的事项 临时插播消息 晚上看到官方FB发布活动 可以抽Steam礼物卡1500、500、300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加 回归正题 我们要先选下个赛季 要玩哪个剧本 剧本分为普通困难模式 剧本特色分别为 虚空平衡模式及相位同调模式 看玩家喜欢哪一种模式 另外所有新赛季模式 不分普通或困难模式 指定的异常物 有机会抓到突变重 前往新赛季 道具沿用部分 目前收集的武器蓝图 皮肤外观 采集到的一般资源 透过学习得来的实物配方 部分制作出来的道具 包含控制器 货币部分包含新之彩星源 外观必新注石 接下来四个蛮重要的 玩家制作出来的武器成品 也可以转移 例如我现在T5大白鲨 到新赛季 不用急遮领出来 点数先预留着 如果50级以前 拿到更好的武器图纸 就不用再把它领出来 武器配件部分 到新赛季前 如果时间充足 可以花时间把其他配件都收集 搞不好到时候 想玩其他枪械种类 就不用再花时间去收集 精细校准图纸 玩家通关副本 或开武器箱 取得的遗落武器 记得拿去武器台 全部分解掉 到新赛季 就可以换出来使用 异常物部分 大部分道可以换出来 要注意的是 例如派对猴子跟破碎少女 属于赛季专属道具 赛季结束后会销毁 这一类的 不能沿用到新赛季 如果要选择开荒使用的异常物 推荐 这四只专业打工仔 前期可以帮你省下很多时间 最后再检查一下 是否还有新制裁奖励 没有领取 检查赛季目标奖励 全球活动奖励 长期活动奖励 长期活动奖励 旅途任务奖励 旅途任务奖励 感谢您收看本次影片 如果觉得影片对您有帮助 欢迎在下方按赞开启小铃铛